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夺奖之路 真在冒险吗 杨子 这位年轻却才华横溢的演员 凭借着多年来的积累与不断突破 已然成为中国影视圈的焦点人物 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备受瞩目 而他的每一部作品 也都在市场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特别是在近年热播的《长相思》系列中 他以深刻的表演打动了无数观众 再次展现了他过硬的演技 和对角色的深度理解 今年暑期档的影视市场 并未如预期般火爆 反而在几部新剧《如柳洲记》 《四方馆接连》上映后 陷入了一片沉寂 虽然口碑尚渴 但无论是播放量还是观众讨论度 这些剧集都未能掀起足够的热潮 此时 杨子主演的《长相思一》 却像是一缕夏日清风 吹散了观众对平淡剧集的倦怠 这种现象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杨子对观众强大的号召力 也反映出当下市场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现实 《长相思一》成功后 大家的目光纷纷投向了《长相思二》 虽然许多人预言他不会扑街 但市场中却少有作品能与其匹敌 这不仅说明了杨子的魅力 还反映了他在流量与演技双重加持下的独特地位 正如许多网友评论的那样 杨子的《长相思二》疯了 但并没有扑 这既是一种认可 也透露出市场对优质作品的强烈渴望 就在影视市场陷入低迷之时 著名制作人于正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 当前市场中的编剧心态浮躁 演员频繁改戏 加上对IP剧的盲目追捧 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整体质量 这一批评 不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也让我们更加关注 那些真正有实力的演员 能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脱颖而出 杨子显然是被粉丝和业内寄予厚望的演员之一 他不仅具备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 还能够通过细腻的演技 将好剧本的价值最大化 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制片方 会争相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项目 但与此同时 市场上也充斥着很多质量参差不齐的作品 而粉丝们则希望他能更多地参与那些 真正有深度 有质量的作品中 避免因为流量的诱惑而误入流量剧的陷阱 近段时间 关于杨子将出演新剧《家业》的消息铺天盖地 这部剧讲述了明朝中期一个至末世家的故事 情节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虽然从题材上来看 家业与之前的国色芳华有些相似 但他的市场竞争压力也不容小觑 尤其是在当下市场整体低迷的背景下 当提及家业时 另一位著名制作人余正的言论再次引发了热议 他透露 有一位一线女演员为了追求奖项 选择街拍了一部并非高质量的作品 而他提到的几个关键词 一线女星 传统飞翼经商 低配版那年花开 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杨子和家业 那么杨子是否真的会出演家业 这部作品能否成为他通往大奖的敲门砖 这些问题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可以肯定的是 杨子的选择将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过去的几年中 杨子接连推出了《要久久爱》 《成欢记》和《长相思2》等多部作品 无论是口碑还是收视成绩都十分稳健 特别是《长相思》第一季的出色表现 让他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对于杨子来说 流量与专业肯定并存 唯一欠缺的或许就是一个重量级的大奖 《长相思》系列的成功 无疑为杨子赢得了更多的市场关注 也让他在业内的地位更加巩固 然而 正如许多人所言 流量并不是一切 一个真正出色的演员 需要通过更加严肃的作品去证明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 杨子是否有能力挑起家业 这样一部具备文化深度和历史厚重感的作品 并最终通过这部剧斩获大奖 这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 杨子作为一名90后演员 凭借着早年的同心经历和多年积累下来的演技 已经成长为影视圈的中间力量 他不仅具备流量担当的能力 还通过多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实力 这在当下的影视环境中是十分难得的 然而 面对越来越多的流量演员和市场的浮躁环境 杨子也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压力 特别是在他的每一部新作推出后 观众和市场的期待值都会随之增加 而这种期待 无形中也增加了他的负担 如何在流量与演技之间取得平衡 如何在选择剧本时更加谨慎 避免陷入市场的短期效益中 都是他需要思考的问题 《家业》或许是他未来几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如果能够顺利上映并获得认可 那么杨子很有可能通过这部剧登上他职业生涯的新高峰 而这一切 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 还要依赖于整个制作团队的智慧和市场的认可 杨子 这位在娱乐圈中不断成长的年轻演员 正在通过一步又一步的作品证明着自己的实力 他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流量和外表 更因为他对表演的热爱与坚持 在影视市场充满变数的今天 每一位演员都面临着挑战 但也正是这种挑战 给予了杨子更多机会去展示自己 未来的日子里 杨子是否能够通过《家业》这样的历史剧 再次突破自我 斩获重量级奖项 我们拭目以待 而无论结果如何 杨子的演绎之路都将继续向前 他的每一部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期待 希望他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加辉煌 为观众带来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 总的来说 杨子的演绎之路既充满了机遇 也伴随着诸多挑战 他凭借过硬的演技和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一步步从流量小花成长为兼具实力与人气的演员 无论是《长相思》系列的成功 还是未来可能接演的《家业》 都将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对于杨子来说 奖项固然重要 但更关键的是 如何在选择剧本和塑造角色中找到平衡 持续打磨演技 带给观众更多值得回味的经典作品 正如观众所期待的那样 杨子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我们相信 凭借他的天赋和不懈努力 杨子一定能够在影视圈中再创辉煌 迎来更加光彩夺目的明天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发光发热 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与惊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